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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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明镜 中国GDP第一季就5.3% 第二季就放缺到4.7% 这个就比市场日期的白眼 其实是 原本大家预计第二季度可能是5.1%左右 另外第三季就未出 但是大家的期望都不是说特别高的 预计那个情况都比较难度大 所以另外就关于就业 就业那边就现在主要是 整个国家大约是4.5%左右 但是里面令人担心的是青年人的社会率很高 就是说是18.8% 如果说是8月份 18.8%就相对于7月就升了差不多两个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毕业生 今年毕业之后就投入了那个市场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要鼓励一些人 或者是比较没那么悲观或者买楼 我相信应该是希望那个收入率改善先 你说GDP要去到什么水平呢 其实简单一点就是大家 就是之前的监管机构或者有不同的专家 都有一个类似的预测就是说 其实GDP就平均一个点 就大约可以制造到两百万的就业的机会 就是说其实我想现在中国大约 每年有千多万人的新的毕业生 所以我相信政府都要 你说维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情绪 去鼓励或者去鼓励那些人买楼 我想相信GDP需要接近5%这样的水平才行 当然二季到4.7% 这个比市场预期的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相信监管机构为什么要做事 就是刚刚之前那两个重要的会议 这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下 就是说实际的经济情况是比市场预测的